電子支票已經在香港推出了一段時間 不過現時在商業交易上 主流的支票交易仍以傳統的子本支票為主 今集就和你認識一下什麼是電子支票 原來電子支票已經推出超過兩年 但你又知不知道什麼是電子支票呢? 很多人都有個誤解 以為電子支票就是用電腦打印機代替人手開納的子本支票 但其實這類用電腦印的支票都只是傳統支票 真正的電子支票其實是一個加密的PDF檔 雖然你一樣可以印出來做傳檔用 但傳入的方法就完全不同 而列印出來的版本 也不可以在銀行櫃面或支票機傳入 所以如果有人就這樣印一張電子支票給你 而不是電郵給你 你就千萬不要收了 那如果你收到一張電子支票又應該怎樣可以傳入呢? 其實傳入電子支票比一般的支票還要方便 不用出門 只要你有一部手機又或者電腦就可以了 香港大部分銀行都已經支援電子支票的傳入 通常可以在你的網上銀行頁面找到的 登入網上銀行之後 找傳入電子支票的項目 再按指示上載一張電子支票就可以 結算都會和正常支票一樣 要在下一個工作天的三點之後才用到不錢 不過有些朋友始終不喜歡用網上理財 但又收到電子支票 那有沒有辦法呢? 原來除了各大銀行的網上理財可以傳入電子支票之外 金管局也設有傳入網上支票的服務 只要簡單開戶和輸入銀行戶口號碼做登記 之後只要來到這個頁面就可以傳入電子支票 不知網頁版連手機都一樣可以用到的